如果做完 假设每次都要再输一支公式 其实也蛮花时间的 而且如果栏数越多 越有必要用VP 最后期做出来 我就希望有一个清除 然后再按一下 又计算好了 全部又帮我把它输出结果 就这样了 其实就跟上个礼拜有点点似吧 上个礼拜是清掉资料 清除的话 当然我们原来是一个一个 储存格慢慢清 不过因为它是一个连续范围 所以清除的话 首先当然你要怎么写 第一个 一样到VP就是BASIC 然后一样先插入一个模组 记得 就是说 先找到我们是这个 然后先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我这边已经有一个模组了 这个模组里面的话 其实就写两个SUB 两个SUB 这个SUB 就对应这个清除 这个SUB 就对应到这个按钮 至于怎么写 其实蛮简单的 第一个清除 你就打个SUB 清除 Enter 里面的话呢 因为它是连续范围 所以就不需要像上个礼拜 跑个回一圈 然后一个一个慢慢清 效率又不好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看到它的范围 我一定从B2 到多少呢 B2这边嘛 然后一直到F的225 这边是225 刚刚看到这个数字 应该是225的 然后我就直接B2到F的225 中间加个冒号 后面的话给它一个双0号 这样的话就清除了 所以其实清除非常的简单 就是用Range 所以如果连续范围 如果它不是连续范围 那你可能就不能像写 执行一下 这个就清掉了 再来的话计算怎么写 这个计算的话 其实也是跟之前的写法差不多了 首先的话呢 因为有几个栏位 BCDEF 所以我就先跟大家讲说 我的回圈范围 是从第二列到第几列呢 那你可以写那个225 可是225有个缺点 就是将来如果数量增加或减少的话 那你就不OK了 所以我这边把它改写成向下追踪 还记得吧 当然你说我们这一写是Range A3 可是这里的话是不是一定要从A3 其实不一定 你可能要先确认一下 如果A1感受向下 它一样会停在225的话 那其实你写A1就好了 OK 那除非说A1 假设你向下追踪呢 它会停在不是最下一列的位置的话 那你自然来你又要改成别的储存格 OK 上次我们是A3 不过你这一提 你A1 A3其实结果都一样 所以我把它改A1好了 那下来的话分别 就是打一个Sales 储存格 DI列的B C DEF 然后后面就分别把公式给贴上 OK 所以原来的话这边 就是你就打跟之前一样 两个双引号 就跟清除一样 OK 这边两个双引号 不过如果你现在这样执行的话 它等于是清空了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是怎么样 分别把公式把它放进去 公式 不过我刚好因为把公式清掉 所以你执行清除之前 你要先确定你的公式有没有复制 不然的话你现在控制自己 它会还原 它不会还原 OK 所以记得 如果你VBA执行过了 不会还原 所以我刚才还原这边好了 我看这个公式能还原 这可以 OK 我就分别把公式给贴上了 所以第一个我就贴什么 贴刚刚的第一个公式 我先输出好了 我先执行一下 虽然你们执行的时候确定 你要先把公式先复制 所以第一个我先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取消 然后再切到VBA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地方 本来是两个双引号 你就把它贴上去就OK 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贴上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出现错误? 主要的原因 可能要检查一下 你先看一下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有没有看到双引号? 那因为这个双引号在VBA里面 它是当成是文字的开始 跟文字的结尾 所以它会变成说两个会混淆 我好像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公式要放在VBA里面用 而你公式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记得它有一个规则 就是请你贴上之后呢 把原来的双引号 通通改成两个 所以有没有 这边一个嘛 你把它变两个就对了 后面再串一个 反正再多给它一个就对了 有点像满意双引的概念 在VBA里面 那这个表示说呢 它就知道原来这个就是 你是放在公式里面的 它就不会出现错误了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是第一个 其他的话就分别把公式再贴了 所以这个贴嘛 然后这个也贴 Ctrl C取消 然后就贴第二个 这个是C栏的公式 然后再来这个是D栏的公式 取消 所以可能就是要动作 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后以此类推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E栏 Ctrl C取消 切过来 然后最后是这个 F 那最后当然你如果现在这样执行的话 它应该会只有 因为都是A2 A2 那当然你执行的话 变成说都是这个 它资料就变成只有A2 所以最后你可能还要再改一个地方 把那个什么呢 把A2 A2 A2 A2的2 改成I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A2 还有C2这个也要改一下 D2 E2 反正只要是2的部分 通通要改成I 它改的方法前面有讲过 就是先把2选起来 双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记得And前后加空白 好 那改一个 像我的习惯是改一个之后 有没有 就是再把它复制 贴到其他的位置 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因为这个2 跟这一串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就把A2的2选起来 把它贴上 一个 这边两个 贴上 记得动作慢没关系 也不要做错就好了 三个 剩下一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这个也要 412的2 要贴上 6 7个 8个 所以总共8个贴OK了 那这个12的2其实也可以贴 应该不影响 只是多一个And空的 这个可以删掉 不然你不删也没有关系 反正你只要看到2贴上贴上之后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执行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清除 执行 应该理论上都对了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也是有点复习上个礼拜做的动作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这一段程式 云端白板上面 我也把它贴上 在这边吧 在这里 就刚刚这一段清除跟计算 在第六页的地方 画面再还给各位